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 今天呢,跟大家随便闲聊一下西红柿的后期管理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可能留意到 前天我在做那个菜园展示的时候呢 下边这些大西红柿呢,还都没有变红 就这么两天,仅仅两天的功夫 它就突然就变红了很多 在以前的视频中呢,我也和大家聊过关于西红柿的育苗啊 移栽啊,浇水啊,施肥啊,还有修剪,搭架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现在呢,这些西红柿都长到这么高了 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几颗西红柿呢,是大型的西红柿 它的名字叫意大利梨形或者叫新型的大品种的番茄 去年我种过这个品种 去年的长得跟它现在不太一样 去年长得比较平滑 那今年呢,可以看到在上面有了很多的褶皱 它下部的这些西红柿呢,也很大 比去年呢,还要大 在之前呢,我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大型西红柿呢,它从小长得就比较的粗壮 所以在修剪,留它的这个分支方面呢 我主要,我数了一下,我这一颗大概到现在为止留了有三个主干 现在呢,我已经对它进行了打顶 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呢,九月中旬以后天气就开始转凉了 现在是八月初了,所以还有一个多月 如果这些大型西红柿呢,从它变大 然后再变红,又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就尽早把它们进行了打顶 给它打顶呢,就是咱们在它这个最上面 最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最顶端的那个生长点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呢,它的营养就会回流 就不会再继续往上生长了 它就会主要来长它这个果实 还有让这个果实变红 所以它高度上面就固定在这个高度了 但是您是不是要一定要和我一样 现在对这些凶事情打顶呢 那当然不一样了 要根据您那个所在地区的气候而决定 如果您夏天还非常长 比如说十月份了,十一月份 天体依然暖和的话呢 那您当然可以晚一点打顶了 就是推算一下 在您这个气温急剧下降之前的 一到一个半月左右给它打顶就行了 而且还要根据这个番茄的品种而定 像我这个大番茄呢 就是提前给它打顶 如果是那些小型的番茄的话 像我弟弟还有其他那些小番茄 我还没有给它们打顶 我大概会在八月 再过两个多星期的时候 再给它们打顶 像这个番茄的最上面这个分支 这个顶我是已经把它剪掉了 然后它可以看到旁边呢 这儿有一串果实 上面还挂着一个将来会长大的番茄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串叶子 所以这个叶子呢不能剪掉 还需要提供一些光合作用 一些营养输送给旁边的这一串番茄 像这里呢 这个顶给它打完之后呢 它旁边可能依然会长出来小侧枝 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忘了也把它给剪掉 所以在我们对这些分支打完顶之后呢 也不是说就不管它了 它依然会长出小的侧枝来 所以还是依然要大概每三天左右来检查一次 有没有新的小侧芽出来 及时把它们剪掉 可以看到下面这些番茄呢 正在逐渐变红 我下面的叶子呢 已经剪掉过一些了 但是呢 也不用剪得太突 因为如果是阳 您那里阳光特别强烈 太阳直晒的话 也会把这个星室的表面给晒坏了 在温度达到的情况下呢 这个星室从轻转到红 也是会非常快的 像我这个番茄就是 昨天晚上不知道被什么小动物 给咬成这个样子了 像这种红的西红柿呢 就特别危险 小鸟呢 会最先发现 然后会把它多坏 所以只要它变红了 咱们要及时把它采收下来 然后呢 及时采收也会有助于这个营养呢 在主要的供给给它上面的那些 正在生长的西红柿 在我们打顶之后呢 可以发现在往上看呢 上面还是有很多这样花咕嘟的 这花咕嘟呢 它有的其实已经摄稳成功了 只是在等待这些营养 对它们的输送 所以你看像这个很小 它会慢慢长大的 所以先保留一下这些花咕嘟 看看它们的长势 是不是已经摄稳成功了 像有的这个花咕嘟呢 它已经 这已经开始变黄了 那这个是显然 它就是没有摄稳成功的 这个就可以把它给揪掉了 现在这些番茄 长到这个阶段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呢 就是起腐病 就是这个番茄的底部会发黑 特别是这种大型的番茄 起腐病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土壤里的钙 没有随着水分被吸收上来 比如说前几天天气非常炎热 就有可能忽视了 对这个番茄的浇水 让这个土壤变干了 所以呢 就会导致起腐病的产生 如果一旦发现起腐病呢 咱们就要马上采取行动 对这个土壤呢 进行多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 不要让它太干了 特别是在这个果实 变大变红的这个阶段 再来看一下 我这边的这些小型的番茄 这个它们成熟呢 是从底部开始的 昨天我其实已经采收了很多 这个小的番茄了 但是你看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这又有开始变红的了 所以我就一会儿 就要马上把这个给收了 要不然的话又会被小动物惦记了 所以这个小型的番茄呢 它的分支就非常多了 你可以有七八个分支 都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我最长的这个分支呢 它已经长到了有两米高了 我这些呢 还都没有打顶 因为它们现在正处于生长 非常旺盛的这个阶段 上面的这些 你看 都是已经开始慢慢长大了 像这些花 它呢不断会有小的侧芽长出来 如果特别小的侧芽呢 我们就把它直接用手掰掉 就可以了 如果是稍微粗壮一些的侧芽呢 上面长势又还很不错 又比较粗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留下 就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侧芽 这个侧芽呢 就不小心长到这么高了 上面已经开始有花苞了 而且呢 它跟旁边的一看比一下 差不多粗 所以呢 这个我就暂时给它留下了 它还可以接着结果实 像这个侧芽 之前已经剪掉了 可是它旁边这边呢 又冒出来一个侧芽 这个侧芽呢 就很细了 和旁边这个比就非常细了 这个我就可以把它直接给掰掉了 对于这样的小番茄呢 它什么时候打顶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大型番茄呢 咱们要早一点打顶 那小的番茄呢 咱们就可以在这个 气温变冷之前的 一个月左右给它打顶 不让它再继续往上涨了 而把主要的营养呢 供给给它现有的果实 最后呢 就算有还没有 由青变红的番茄 也没有关系 要把它拿到屋子里面去 它就会自然变红的 不同品种的番茄呢 它的长势也是不同的 像我这一颗黄色的小番茄呢 它就留了 现在有四个主干 现在我们数一下大概多少层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概有七层的果实 然后它现在已经长到了 两米多高 还在继续向它生长 看一下它旁边的这个 这个番茄呢 这个侧枝就是 没有注意到 它长得已经挺粗了 所以呢 我就给它留住了 这个侧枝 所以这个番茄 它越往上面长呢 它的分支就会越多 如果特别细的 特别细的这种侧枝呢 就可以把它剪掉 因为它的营养呢 也输送不上去了 如果它依然很粗 说明它还是有那个能量 来让它供给给它上面的 这个果实和叶片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留住 刚才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浇水很重要 要保持土壤的湿润 还有呢 就是大概每三天左右呢 就来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长出来的小侧芽 好及时把它给剪掉 还跟大家解释了 什么时候打顶 还有一点很重要呢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施肥 主要是施以磷甲肥为主的 营养均衡的有机肥 那大家可以购买那些 就是比如说包装上会写那种 NPK P和K稍微大 特别是K稍微大一点 数字大一点的那个肥料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自制一些 有机的液体肥 像我去年呢 就做了很多的这种 用果皮做的磷甲肥 液体肥 都可以来大概每三天 或者一个星期左右 来给它施加一次了 都可以来看看 第一个肥料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